今晚做這個豆腐火腩飯 為何做這個菜呢? 因為近來我玩一個遊戲 叫做三國志戰略版 它在電視宣傳的廣告有這句話 豆腐火腩飯 男人的浪漫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我在這個遊戲裡面的角色名 都是叫做二齡無限 攝影師你也有玩過吧? 是啊 你的角色名叫什麼? 鹽熙 鹽熙就是攝影師 那燒肉呢 你看那盒這麼漂亮 在酒樓買的 放了一晚 豆腐呢 我用軟豆腐 用硬豆腐是好一點的 容易處理 不過呢 硬豆腐就沒那麼滑 紅蘿蔔就切幾片裝飾而已 蔥和薑呢 蔥就必要的 薑呢就可樂可不樂 蒜蓉那些可不樂 把豆腐呢 把豆腐呢 我都會輕輕用水沖 然後呢就切開你覺得合適的大小 味道 為何舊豆腐這麼實呢 你又說是滑豆腐 它是滑豆腐來的 大瓶那些 好像偏實 不過不要緊啦 可能放冰箱很久 軟豆腐通常 拿上手會爛的 這樣也不爛 我覺得是硬豆腐 然後就切了些蔥先 一會兒蔥白呢就先下 紅蘿蔔呢就 切幾片就 拿點色水而已 你喜歡的呢 就可以用點水 灑淋它先 然後那塊薑呢 我就打算吃了下肚子 吃了下肚子呢 如果你這樣切呢 軟軟軟軟軟的呢 就不好吃的 所以我選擇就 順自紋地切 下不下都可以的 我喜歡吃的 首先呢就搞定些豆腐 把多餘的水呢 都印乾它 大約 底部還有水的 跟著呢 我會撲些生粉 跟著就拿去煎 拿去 用個膠袋好 用個膠袋好 用個膠袋 不過不要緊 大約就可以了 撲了粉之後呢 煎完去呢 就 我浸皮厚一點 厚一點 硬一點 當然呢你可以 開鍋油來炸都可以的 適量的油 燒熱少少 這樣就煎得 油不要太熱 太熱怕它會焦 都放得多油 可以放少些 現在放完之後呢 你喜歡大火也好 中火也好 什麼火都可以了 因為剛才呢 逐塊逐塊下去呢 就大火也分分鐘下不切 差不多了 這些顏色很好 這樣呢 就 不是外脆內軟 是 有得夾有得咬 差不多了 兩邊的顏色 夾起來先 面頭有一股東西呢 就吸汁呢 就容易吸汁 剩下一點點油呢 就繼續煮 首先下了些薑 如果你下蒜頭呢 現在呢 都可以下了 不過就小心焦 蔥白呢 我就不下了 爆一下燒肉 爆一下燒肉 你說不爆就不行呢 也沒說不行的 爆了就香一點 紅蘿蔔我都放在一邊 不停煮好了 就沒煮好 如果不燒了就不行了 就下了些蔥白 綠色的也不下了 就下了些蔥白 綠色的也不下了 如果你是山铁锅就炸点水 我不是山铁锅 我先教小火 我下蚝油调味 加水 加糖 你喜欢色水深色点加一点老抽 都要煮一会儿的 不是煮熟一些烧肉 是因为烧肉那么厚 你要煮热 尤其是有时候在冰箱拿出来 更加要煮三四分钟 如果不是里面不热的 我现在的火调小了少少 等它的热力慢慢透 加上煮一煮去 烧肉会软身了少少 煮了成分钟 就下豆腐 这些豆腐很吸水的 因为你知道了 泡了生粉 分分钟不用加芡 接着下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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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少少 忘了加一样东西 加少少酒 也不少 多漂亮 这样就可以了 本来在想 分开 放好还是放上饭面好呢 最后都决定饭面 因为我怕不够浪漫 这样浪漫一点 今次 做这个豆腐火腩饭 都是因为这个游戏 大家看看 画面是否精彩 打仗的营地 看到什么城 襄阳城 介绍一下文友给大家听 这个是羊猪猪 这个厉害 迪轩 高手 花胡蝶 我都没见过这个人 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是文友来的吗 我去见过的 我日打夜打 片都没拍 就是因为打游戏 说回 豆腐火烂饭 像不像样的 豆腐 炸得漂亮不漂亮 这道菜 这道菜 是很难不好吃的 除非烧肉太咸 不过烧肉好不好味 又不关你事的 关 烧猪那个人事的 炸鸡丝 喂 摄鸣师 你的营地在哪里 在七地上 旁边有个 九级 九级城 啊 找到了 鹽烯 就是摄鸣师 对啊 摄鸣师 你觉不觉得这样吃饭很浪漫 你不要发神经 都不会欣赏 吃饭 你 recognizabl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